權力沒有混入過籠 人民被混入籠 習近平誓師現不祥之兆 趙紫陽秘書爆童病世 各界哀悼 香港以後不可逆轉成功 六四被捕最高官曾洩露國家秘密 爆童誓世 留下兩密碼嚇壞習近平 習近平上台之初曾提出要將權力混入制度的籠裏 事過境遷令人猜不到的是 現在不僅權力沒有被混入籠裏 反而是全國各地老百姓被混入共產制度的籠裏 若不是看到這一幕你可以相信 連Omicron可能都會覺得驚奇 已我來到動物公園 將人當作動物 就不是我說的 黨真的這樣認為 你看看《人民日報》說得多明白 如果你養了一條魚 一條魚死了 你會很難過 但如果你養了一池魚 你會care一條魚死嗎? 格局越大 才不會陷入生活的雞毛蒜皮當中 大家聽明白 黨是不會將中國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裏 老百姓的種種苦難申訴 在黨的眼中 不過都是雞毛蒜皮 黨是絕對不care 因為黨的格局大 關心的是海峽的另一邊 記掛的是台灣人民 你看看11月8日 習近平就視察了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強調全軍要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 全部工作向打仗出力 向打仗聚焦向打仗出力 那跟誰打仗? 不用說 習近平掛念的一直都是台灣 在央視的報導中 習近平又多了一個新投降 在繼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這三大投降之後 習近平又加多了一個 之前比較少出現的軍委聯子總指揮的投降 軍委副主席張右俠、何偉東等人 都入了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對台的恐嚇意味濃厚 不過共軍還未出師 就有一個不祥的笑頭 你看看這個扮共軍的演員 自己擊倒自己 這個就叫做不作不死 習近平經常掛念解放台灣 經常掛念供消死、計劃經濟 那些發瘋的舊貨 是不是跟他的成長經歷有關呢? 我們一齊看看這個電影的片段 或者真是可以理解到他的心境 這個片段描述的是大躍進的情景 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在1957年到1960年初發動的 試圖在工業和農業上盲目地追求脫離現實的躍進 台灣的觀眾朋友應該都聽過 那個由李立群和金士傑表演的上升 《增揚報國》 說的是大躍進時代的荒唐時 中國人了解的 武產萬根的笑話 鋼產量追求超英趕美的口號 建立人民公社等的慘劇 都發生在那個年代 1953年出生的習近平 在大躍進期間還是一個小孩 或者那個年代的一切就這樣落在他的印象當中 定格了他的價值觀和理念 或者在他的內心深處 一直都是懷念他童年的時光 他的夢想 或者是那個時代的口號 什麼放開吃、躺開吃、超英趕美、解放台灣等等 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他今天政策的方向和那個年代的一切那麼雷同呢? 我們經常在電視劇的聲明中看到這樣一句話 說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那麼習近平複製毛澤東的那個雷同當然就不是巧合了 不過下面這件事就真的巧巧 那麼上期節目我們剛剛提到 11月9日是柏林牆倒塌的日子 這個日子令熱愛自由的人民歡欣振奮 令共產陣營的獨夫民產就民風喪膽 有道是無巧不成書 結果就在這一日中國政治人物的代表 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主任 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童老先生在這一日離世 在年90歲 我想上天比鮑童老先生這一日離世 可能真的用心良苦 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就涉及我們今天節目的重點 鮑童先生留下的兩個密碼 鮑童先生是浙江海寧人 海寧命人背出大家知道的 香港四大才子之首金庸先生 就是海寧渣氏的代表人物 還有好似民國時期的大才子徐志摩 民國時期著名軍事家蔣百里 著名國學大師王國衛 都是浙江海寧的風流人物 鮑童做到趙紫陽的秘書 他的文化功底就不用說了 他曾經寫過一個受到廣泛稱讚的報告 叫《科學的春天》 令到當時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 都十分滿意 就說一個字都不用改了 在1984年的天安門事件中 鮑童因為同情學生就被設職 當年5月28日在北京被捕 鮑童也成為中共當局 在六四事件中逮捕的最高級別官員 1992年鮑童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 開除黨籍 7月共產黨被他定了洩露國家秘密罪 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 判處鮑童有期徒刑7年 1996年鮑童刑滿釋放 不過之後一直生活在遠禁當中 直到小小 學講鮑童先生留下的第一個密碼 和中共在關押他時起的代號有關 中國的良心律師張CG 在1992年7月14日 去巡城監獄匯見了一位代號為8901的犯人 這個代號是8901的人就是鮑童了 大家想想 1989年中國的第一個犯人 不可能是當年5月才有 這個代號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說明鮑童是被中國視為8964事件的頭號敵人來對待 用作家張兒和的話說 1989年5月1日 京城有兩個人被關押 一個混在屋內 他叫趙紫陽 一個被混入巡城 他叫鮑童 通過這些大家應該已經明白了 鮑童的歷史意義和歷史作用是什麼? 鮑童雖然被終身軟禁 不過他始終堅持 自己當年對六四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對的 他亦堅持鄧小平當年作出武力鎮壓的決定是錯誤的 鮑童的罪名當中所謂洩露國家秘密罪 是指控鮑童的頭條大罪 鮑童究竟洩露了什麼國家秘密? 在當時北京戒嚴、軍隊進城 戒嚴令下達、趙紫陽辭職等等 在公佈前都是國家機密 所以說這個代號8901的人 他所謂的罪 源自於他的良心 源自於他的普世價值 源自於他對自由的追求 所以作為六四事件中被捕的最高官 他不僅沒有罪 反而是令人敬佩的 同時也是令那些拼命維護這個體制的人膽害 就算有人利用權力拼命維護這個政權 鮑童先生對這塊土地都充滿希望 鮑童的女兒鮑童 在鮑童逝世當日發推文表示 四天前鮑童先生剛剛慶祝了90歲生日 他說我的90不90不要緊 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要爭取的未來 要爭取的未來 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做 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 並且將它做好 爭取今天 爭取未來 一直是鮑童所堅持的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鮑童曾經說過 我們大家都關心香港 都希望香港成功 祝福香港 香港可不可以成功 香港已經成功了 他成功地策略了國際社會的眼睛 儘管還未策略大陸所有人的眼睛 鮑童先生還說 未來再有大戰發生 不會是日本發動 也不可能是德國發動 香港問題 就他策略眼睛這一點來說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與國際社會上了最深刻的一課 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都有一個共識 就這一點來說 香港的成功是永遠的成功 不可逆轉的成功 成功策略了國際社會的眼睛 或者就是鮑魯先生和香港人共同的成功之處 我相信有朝一日 中國變為民主社會 中國大地上就會掀起 緬懷這些人人支持的熱潮 鮑魯先生關心香港 他曾經讚文 說到一國兩制 他說不理是誰 不說一國兩制則義 要說必須以中英聯合聲明為唯一的法律根據 因為這是香港回歸的基礎 是中英兩國超過世人 並且必須順手不如的準則 根據這一聲明 香港外交和國防以外官員的普選 通通屬於港人治港範疇 你應由港人自主決定 中英現在反悔了 就應該正大光明地宣布施毀條約 另起勞灶 不過必須明明白白地曉遇天下 不應該偷偷摸摸地變起法 我說的第二個密碼 和鮑魯先生逝世的日子有關 1989年是世界風雲突變的一年 東歐劇變中 很多國家在這一年擺脫了共產主義的魔爪 譬如波蘭 譬如匈牙利 譬如紫克斯洛伐克 當然最受人聰目的是東德 上一期節目我剛說過 11月9日是柏林牆倒塌的日子 它是世界歷史的里程碑 這日子令熱愛自由的人民歡欣振奮 令共產陣營的獨夫民賊民風喪膽 中國的民主鬥士 被軟禁一生的全中共高官鮑彤先生 在這一日離世 是否表明1989年 中國向民主制度變革的嘗試雖然失敗了 不過中國最終一定會走向自由 中國的自由比世界上任何的大國都離得要遲 中國人受的苦難或者比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多 或者到時大家都會像德國人那樣 一起歡笑一起哭 特別是那些為爭取自由 拼盡了一生的人和家庭 它的歡笑和淚水或者會更多 由八九六四被軟禁 到今年的柏林牆倒塌紀念日離世 這個期間鮑彤先生又等了33年 我想用他多年前寫過的一篇宋詞 用了今天作為悼念 33年難入夢 難歌難哭難經 行從窗裡數陰情 風雲天際試朝夕 喜三更 好了各位觀眾 和長哥行又要跟你說拜拜 我是趙長哥 多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訂閱點讚和留言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